充滿設計感的車站模擬的3D影片 看起來前景相當美好 淡海輕軌綠山縣是市長周立倫的 重要證件之一 但一季以來都只有話題沒有進度 而今終於傳出了消息 新北市捷運工程處 九月將在濱海路這個路段 進行G4站的掀旗工程 輕軌 如果在濱海路那邊做 就是跟我們現在在 這個鐙輝大道那邊做一樣 因為鐙輝大道現在做到 濱海路頭那邊要跨過 高價要變成地形的 嚇第二面的 所以這個要先做 根據議員表示 濱海路是輕軌從淡金路 轉進新市鎮的起點 這次的工程包含了 中央分隔島羽人行道的消減 管線遷移 台電人手孔蓋與車站用地的 環境整理等工作 整個輕軌捷運的主體工程 就會正式動工 我們有些比較難做的地方先做 我們做到比較好做的 第二面上 它不用做高價 不用做橋墩 所以高月對它進場 所以這個捷運輕軌的部分 都有你時間很高價的問題 都用你做 據了解捷運工程處的影片裡 各個車站的設計 其實都已經是 最後訂稿的版本 輕軌捷運工程啟動 是否真的能夠帶動地方發展 而施工會對現有的交通 帶來怎麼樣的衝擊 可能都還有待觀察 記得陳柏惟 淡水採訪報導 到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